那一次也想證明一下 我們說n和m都是正正數的話 一旦開出來的話 一旦就是正數 一旦就無理數 不會是分數 咯噠噠 我們反過來想 我們才假設這個n可以m似乎 如果它是有理數的話 其實我們是有權 將它寫作p over q的男士 那麼當中我們說 開出來計算正根 所以其實就不會出現負數 不會出現負數的情況 其實 ourp和q 其實都會是正正數 就能夠應付得到 我們就加一些條件給它 讓它這個形式可以是唯一 我們就當這是一個最簡的份數 最簡份數 最簡份數就是叫做P和Q 也叫做弧質 弧質我們就叫做HCF 最大公因素 這個我們叫做P和Q 其實是1 我們就做手腳 最不喜歡見到的開方 我們當然是兩邊去給M次方 左邊就變回N 右邊就變成P的M次方 超過Q的M次方 大家好 現在右邊這個 是不是一個最簡份數呢 其實它也是最簡的 就是P的M次方和Q的M次方 它都是叫弧質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舉例說明 如果P叫做2的3次 乘5的7次 次方沒有所謂的 例如Q 例如7的2次 乘11的3次 它的質素是不會撞的 為什麼 如果你當下有2在這裡 你看到 它有共同的質素 是不是可以弱 所以我們互質的話 即是它們不會有共同的質素出現 如果我們現在給了M次方 的話 右邊就會整個M次方 指數率 我們會發覺 其實你會把這兩個數 乘了M 所以來說 下面的質素是不會變的 同樣地 如果這個M的話 這裡也是給M次方 的話 就是這兩個數 乘了M 樓下的質素也是不會變的 所以 P的M次和Q的M次 依然是互質的 我們就說 P的M次和Q的M次 依然是互質的 其實我們發覺 這個份數 實質就是N over 1 實質就是N over 1 實質就是N over 1 如果我們計算Q的話 1的開幾次方 基本上都是1 如果是主根的話 所以Q是1 Q等於1 基本上我們可以拆掉它 P的M次等於N 所以 N開M次等於P N開M次等於P 原本要懂得出來 即是它開出來 根本就是一個整數 P是整數 我們的過程就是 它開出來 我們假設它是一個有理數 而最終得出來的結論 我們發覺 它只能夠是一個整數 即是說 如果它是有理數 就一定是整數 即是代表什麼 即是代表它不可以是份數 當然它可以是無理數 譬如你也知道 開方1等於1 開方4等於2 開方9等於3 開始整數 譬如這麼說 如果開方2的話 它會夾在開方1和開方4之間 即是開出來不是整數 它也不會是份數 所以我們說 它就會是一個無理數 開方5也是 它夾在開方4和開方9之間 開出來不是整數 所以它就會是無理數 多方能夠 好 已經開… 不圓 玻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